加拿大金融機構做了一個統計 有46%的加拿大人 接下來很擔心自己會破產 想真的去澳洲移民的朋友 你就要把握他現在這麼寬鬆的時間 他等錢花的時間 你就要去部署申請 大家好 又來我們移民有移民的環節 今天我們又邀請Margaret Margaret很出力幫助這個節目 我經常來接受 大家好 大家好 Margaret 我聽說很多國家開始開放人家的語句 譬如泰國 澳洲 澳洲特別之多 澳洲這方面我真的不太了解 澳洲現在的情況如何 澳洲經歷了超過八個月的封閉 其實我們很封閉 我可以跟你說 澳洲是我們接觸這麼多移民國家 最封閉的一個國家 他自從今年年初開始封閉 就癱瘓了 政府不工作 所有人不准出街 變相來說 過去這大半年 想去澳洲移民的朋友 其實是申請準備所有的東西 但不能進入申請 因為根本沒有人幫他們 對 因為根本他們真的不工作 你也知道澳洲人的 對嗎 對 他們不夠彈性 總之他們不工作 但剛剛上星期收到消息 10月6日 開始 開了 開甚麼呢 第一 商業投資移民 即時處理 為甚麼呢 因為疫情之下 澳洲大家都知道 經濟是一潭死水 你也不動的 對 因為大陸 大陸學生也不去 大陸資金也不去 對 所以他們根本沒有錢 說一些疫情之後 幾大移民國家的資訊 英國的失業率 由5%跳升15% 失業率 最近加拿大那邊的夥伴 跟我說 加拿大金融機構做了統計 有46%的加拿大人 接下來很擔心自己會破產 不是失業 說是破產 破產 為甚麼呢 加拿大人 回覆他們的問卷 整個家庭的儲備 只有200% 價錢 是有超過30%多的家庭 兩百成六 就是一千多元 所以澳洲也不出奇 澳洲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聞 澳洲人怎樣出糧 我真的沒聽聞 澳洲人是每星期四出糧 固定的 是 為甚麼呢 他們是不存錢的 除了亞洲朋友存錢之外 很多歐美國家的朋友 是不存錢的 澳洲也不存錢 那些人放了工就去喝 出了糧便去喝 那為甚麼星期四出糧 因為星期五去喝 所以變相他們是周身計的 我們就月身 他們周身 就是怕他們花光的錢 但周身計 正正令到他們 亦是令到他們花光的錢 因為這些錢太容易拿到 是 這樣 所以在疫情之後 其實澳洲的勞動市場 都是一潭死水 所以變相很多朋友在想做技術移民 雇主擔保 過去澳洲那些 其實我可以說你們不要想了 或者不要那麼緊張了 你等他們的經濟復甦一點點才想 但是就是因為澳洲沒有錢 所以投資移民的申請表 他們是優先處理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香港人的申請 他們是最重要的優先處理 所以我們的消息就知道 其實如果你是帶資金進去 或者你是去創業 或者你有一些new idea 就是創新 idea 去做澳洲188A、188E 或者132B的移民申請 是會以倍的速度審批 平時188A可能要搞兩年 現在可能縮短了 一年搞定 188E的投資移民申請 可能是9至14個月 現在可能縮到3至9個月 即是你趕快去 趕快去 是的 這個好消息就是10月6日開始就收申請 直至到Quota爆 它就刪 沒有人知道何時Quota爆 所以想真的去澳洲移民的朋友 你就要把握 他現在這麼寬鬆的時間 他等錢花的時間 你就要去部署申請 不過剛才我聽說一些是技術移民 可能是整門生意去搬去澳洲 我記得上集你說英國那邊 是會專注於人們工作來打工的 澳洲是否正正反過來 人們真的滾過來生意 應該是這樣說 其實上集我講的是BNO方案 BNO是一個移居方案 它沒有要求你要帶多少錢過去投資 它只是說你放6個月的資金 證明你支撐到自己 然後你可以去讀書和工作 它不是真正的一個移民英國的方案 如果真正移民英國的方案 是三年就拿永居的了 不用搞五年 好了 講到澳洲 其實澳洲我講的是真正移民方案 因為澳洲沒有BNO方案 你真是要去申請 在澳洲我記得再之前一集我都有講過 其實你去澳洲移民 不外乎就是家屬團聚 工作或者技術移民 要不就是投資移民 剛才我都提及過 如果你說工作或者技術移民 其實因為它根本的勞動市場 現在都一潭死水 其實很難會有公司要請你 還幫你做了移民 即現實歸現實 我的理想歸理想 反過來你進來澳洲 你請回澳洲人 是的 類似是一些這樣的東西 所以變相你是 譬如說我在香港 我就做設計 或者我就有檔雲燈麵檔 我去澳洲開攤檔行不行 其實沒問題 你現在帶資金過去 他一定覺得開心 只不過有些朋友 我沒有做生意 其實香港有很多不是老闆 每個人都是打工仔 沒有做生意的打工仔 你怎樣投資移民 其實就是我之前可能也有講過 就是188E這些方案 因為這些方案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會是按照 大家的履歷 和你做一個配對 就幫你在澳洲 找一些做生意的人 和你合作 在澳洲開展一些 和你的履歷相關的項目 他真的因應著你本身做 假設我做在IT 他會幫你配對 你做在IT開一個公司 是的 我們會是配對去做 是的 但如果你188E 你就必須要符合創新的要求 但就算你沒有做生意 因為我們去幫忙做 其實是不需要擔心 我們有很多成功的個案 幫助律師、工程師、醫生 這些擺明 就不是自己做生意的朋友 我們都會幫助他 好的 有沒有說 現在在澳洲的業商 你有沒有這些行業特別渴 其實有的 醫護 我經常說 連地人都不做的事 就很渴 但醫護又很有趣 澳洲是很保護當地專業 所以有機會你可能去英國 你是一個護士 或者你是一個醫生 你都未必需要去考當地的牌 但你去澳洲 你就必須要重新考 澳洲的認證史 所以變相 有些朋友不想再考認證史 他又肯放下身段 他就去認證那些 那些助理的職位 譬如那些嬉嬉的職位 或者你肯去老人院 做嬉嬉的工作 那他一定是歡迎的 但只不過在疫情之下 之後 其實他處理這些事情 他會相對比起你做投資移民 是慢的 就是這樣 好的 最後Margaret 有沒有一些東西可以教導我們的觀眾 因為Margaret經常說一些 這些移民的陷阱 澳洲有些需要留意的地方 主要來說你真的要認清你選擇移民方案 究竟是可以容許你去一些偏遠的城市 還是可以跟你去一些大城市住 老實說跟你去達移民 跟你去雪梨是擦天貢地的事 這個大家要注意 因為有些方案是 說明你是要去一些邊皮大西北去貢獻 在那裡貢獻 不知道多少年 或者你總之要在那裡工作 是的 就是你起碼兩、三年在那裡工作 那些 那這個大家要注意 是的 而且始終來說 如果是… 有些方案是 可能你先拿著工作許可 然後再幫你申請臨時居民身份 然後再幫你申請永居那些 就是說很迂迴的 大家都會小心 等於你坐直航飛機和要坐轉機 始終都會多了一個風險 大家這些亦都要注意和留意 好 謝謝Margaret 今天多謝Margaret 說了一些澳洲的移民資訊 因為澳洲應該會慢慢變成一個熱題 原來都是去澳洲 下一次我會再邀請Margaret 跟大家說一些不同的移民方案和資訊 如果觀眾們都想了解一些 不同國家的移民資訊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我到時叫Margaret和大家解答 好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